你可以看一下我那個雲端 642 0602這邊 那這邊也有一個什麼呢 新北市的JSON 開放資料那裡面的話 這邊就會有一個UBI的 UBI的那個就是 一些相關的站點 然後裡面你會發現它有JSON XML CSV 甚至還有ZIP 壓縮檔 當然一般也有壓縮檔 不過壓縮檔你可能要解壓縮 那因為Python裡面也有解壓縮功能 反正你還是可以解出來 然後把裡面東西拿出來 不過我們現在主要還是這三種 所以如果你要練習的話這邊有JSON 也許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也有一個 這個部分的話一樣有 中瓜湖裡面有大瓜湖 大瓜湖從這邊一直到哪裡 這個比較長到這裡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些東西 再去做分析 不過這個裡面的東西好像比較多 這個資料是什麼 這個資料實際上是真的 目前那個什麼 UBI的站點裡面 它有這麼多欄位名稱 總共會有什麼呢 站點代號名稱 還有站點的總停車格數 跟可以借的數量 所以如果你這個東西 把它載到那個手機 就是手機APP的話 你可以馬上知道說哪些站點 目前還有車子 甚至當然你可以把它 跟Google地圖結合 甚至你可以馬上知道說 你附近哪一些 UBI的站點是有車可借的 這當然也可以練習一下 XML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XML 所以這個0602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還是繼續再把什麼 把那個就是剛剛行政院的這個 後面有個XML 所以接下來就XML 所以1 2 3 那XML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它的root 你可以把它折疊 它其實也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棵樹 那它的最根部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它裡面有一筆一筆的資料 就用data 所以呢如果我要把它解析出來的話 不過光要解析這個東西 那拍攝裡面有太多這種相關的模組 後來哪一個最簡單 後來我想找了一個叫element tree 它最簡單的方法 element tree 看一下 而且我也是從那個官網裡面去爬好久 終於找到這個還比較ok一點 它叫什麼呢 在XML的eTree的element tree 使用的方法其實它這邊有一些說明 我想如果有興趣的同學自己找一下 就是要import它 好像預設就有了 所以應該不用裝 那S ET 因為它這個名稱太長了 S是意思說把它縮寫 縮寫成ET 以後就叫ET 就好了 不然的話要叫什麼 XML eTree element 太長了 然後你就乾脆叫ET 算了 S 什麼名稱 這個在Python裡面也蠻常見的 當然你想說那你不縮寫 可以啦 以後程式會感覺很冗長 ok 然後呢 我們就用ET裡面的Path 這個Path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幫我解析 解析裡面 XML 因為它是一個數 你要把數裡面的東西抓出來的話 就用Path方法 所以你必須提供給它這是一個檔案 特別注意喔 這個強調是檔案 那跟前面有什麼不一樣呢 前面呢可以給一個字串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轉型成List 轉成List 但是特別注意喔 這邊只接受檔案 那就麻煩了 剛剛我好像漏講一個地方 漏講什麼 好像那個 這個好像還沒下載 其實這個下載怎麼做 很簡單啦 其實跟剛剛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CSV 這個下載的有沒有 拿這個來參考 把它放到這邊來就好了 這個我在雲端上也有放喔 所以你們這個部分喔 怎麼去下載那個 我們的那個 這個是XML 下載這一段 基本上呢這個就是我剛剛 放那個就是 Jason的網子按右鍵 複製連結 你把它貼到這個GAS後面 其他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好像都一模一樣 只差這個網址不同 你就把它Ctrl C C之後如果把它改成直接下載的話 Jason部分的話 就這兩行把它註解掉 這個不用喔 然後呢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剛剛那四行貼上去 這樣就OK了 其實結構好像也都一樣 只是本來是寫兩行的 現在要變成寫四行 多一個Import 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 我們看一下 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記得應該是OK的 沒有問題 但是這邊有一個錯誤訊息 什麼錯誤呢 它有一個什麼Permission 存取全線錯誤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目前Excel是開啟的 也就是它把它Hold住了 所以我沒辦法去覆蓋了 所以怎麼辦呢 蓋掉把它關掉就好了 其實這邊的話關掉 關掉你在執行就可以覆蓋了 它就不會錯誤了 OK特別是說 所以如果有時候你Excel是開啟 你要把它蓋掉 抱歉不行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就是從網路上抓取 所以基本上呢 跟剛剛CSV都一樣 只是把這邊的那個路徑 有沒有網址把它修改 其他都一樣OK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這個Excel 我們再第三個格式 我剛剛提過就是 From有沒有 這個Element Excel 那個 Import這個東西 而且我們把它 這個 S ET 你如果寫成這樣 其實跟寫成我們官網上面的這個敘述 有沒有 Import 其實這個有沒有 你也可以寫成這樣 Import 這兩種寫法其實都OK 所以這邊是什麼 From 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 From這個 然後Import它 也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其實兩種寫法都OK 然後那我們用上面這個方法 那再來的話呢 我Pass它 所以特別注意我需要有一個 那個PM25的這個檔案 所以呢 這個地方我們先做一下 就是把那個 行政院這個地方的檔案 右鍵 我把它另存新檔 因為我需要一個檔案 那檔案的話 一樣我把它放在下載裡面 那這個名稱我一樣叫PM25 PM25 然後.xml 存在哪裡 存在下載區裡面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一定要用是一個檔案 那放哪裡呢 放這個路径 所以我就把這個路径一樣 把它複製 然後放到這個前面來 把它放到這裡 OK 所以我在這邊跟他講說 我的檔案在這裡 那請你幫我去把它解析一下 解析完之後放在tree裡面 OK 所以tree裡面這個物件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那個xml裡面的東西 但是目前我要怎麼 我們把它逐一個爬出來 特別注意喔 裡面你可以用get root ok get root這個方法 把裡面的那個樹狀的結構呢 把它再pass到root OK 就把它再pass過來 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足以的把它抓出來 怎麼抓出來 特別注意喔 裡面的話可以 這個東西 實際上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什麼呢 可以把它看成 我這邊把它按右鍵 用那個node pay 其實基本上的話呢 你可以 這個root 基本上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atm這個 這個指的就是這一層 那底下不是有很多層嗎 很多個data data data 那指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呢 我寫一個for回圈 for each 這裡面的每一個data 都幫我從這邊 幫我get到這邊 所以它會先抓第一個 就是輪背 裡面的話 這個叫tag 這個裡面的資料叫test 所以如果要抓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是裡面的test 幫我抓出來 那怎麼抓比較簡單 特別注意喔 這個data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串列 串列裡面的第幾個 我們前面有敘述有沒有 中國阿虎 那這個是從0開始 所以data0指的就這一個 data1指的是這一個 data2 有沒有 那所以0 0是這一個 1 2 3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如果要把它print出去的話 我就可以寫成這樣 其實跟剛剛有點像 就是 這個多一個換好 這個不用 然後呢 我就寫成 這樣子 0 裡面的文字 有沒有 data0 裡面的文字 所以它抓到的話呢 基本上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這裡面的 data0 輪背 有沒有 幫我抓到這裡 雲林線 幫我抓到這裡 有沒有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的 然後呢 這個時間就抓到這裡 OK 然後呢它在formator 一個一個丟過來 格式化 應該懂了 下一個 因為要跑回圈嘛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 阿不就全部都OK了 所以 這樣是一種寫法 另外呢 老師那可是以後呢 我希望用叫出欄位名稱的話 怎麼做 像我們欄位名稱直覺 我想說 這邊不是有標籤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 我用這個標籤名稱 放在哪裡呢 之前好像沒有做過一種另外一個方法 雙銀號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話放一個這個名稱 我就試試看 其實很多方法都試出來的 很多其實我不知道怎麼寫 但是呢 我就試各種方法 喔 發現這樣OK 我就可以把它抓出來 哪一種方法 寫了很多種 找出一種最簡單的寫法 後來發現這種寫法最簡單 好 不然你們可以去網路上找找看 我發現找了至少十幾二十種 每一種我都不滿意 最後發現這種方式最簡單 好 所以我跟你們講的都是最簡單的方法 你也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啦 哇一堆 但是合不合用 覺得每個都不合用 後來發現這種方式很簡單 馬上可以爬出來 最後的話這個方法 其實我執行 後來我發現這方法不OK 因為它不支援 那我就想說 那我以後要名稱怎麼辦 好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你要名稱的話 請各位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後來我就查了官網 裡面說有個fine的方法 點fine fine什麼呢 裡面跟他講說這個名稱就可以了 所以 特別是以後如果你要用名稱的話 請你改成用fine 然後那個名稱 不要用中瓜糊裡面放名稱 這樣可不可以 其實 試一下應該知道 子欣 有沒有發現 這樣有沒有錯 沒錯 有沒有輪背 有輪背出來 那表示這個方法OK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抓第幾個的話 請你用數字 中瓜糊 如果你要名稱的話 請記得 用fine 這樣就搞定了 應該懂的意思吧 所以這種方法的話 適用於幾乎所有的xml xml之前我 本來書裡面沒有特別講 後來有同學有需求 我就去找了一個方法 而且要找最簡單的方法 這應該是最簡單的方法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切一下給各位 盡量還是去驗證 建議 你可以去找找看其他的xml檔案 因為目前坊間 我看 工作裡面有很多同學 常常問說 老師那個xml怎麼解析啊 人家給我xml 我放哪裡都不對 我用VBA來處理也不太方便 我用 所以建議 你用python 其實程式沒幾行 很快就搞定了 基本上的話 你只需要什麼 只需要 就是一個什麼了 from這個 你就是用這個xml etree 然後把它解析 那個pass 到tree之後 然後抓到它的root root指的是有資料那一層 然後再往底下去追它的data 然後再把data裡面的東西 足一個抓出來 再來也許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要把什麼 把這一個 xml 轉csv 其實道理一樣 剛剛有 其實跟jason差不多 你後面再加了一個 其實也可以把xml 轉成csv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有很多xml檔案 人家給你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就用這個方式 就給它轉出了 轉成csv 而且保證應該沒有問題 試一下